哈喽大家好,我是军沛 这次新闻会看Twitch活动里面不小心流出这个月中将会带来的Apex新内容 还会讨论一下现在Apex面对的严重问题 先看Twitch活动流出这边 不是大家想的那种自嫌亚洲Twitch的活动 是官方TwitchRifle在西方放出了行程 TwitchRifle在那边让实况主门参加的Apex比赛 但重点都不是下面这些 而是行程里面透露了一个让人精神为之一致的内容 这张图片现在官方已经看不到了 改成了现在官网看到的这张 应该是因为有人严正提省了Twitch 毕竟Apex都经常这么多的流出了 还要被Twitch硬一把再流出这个重要的内容 真的惨 就图的重点是这个比赛的规则 五场搭逃杀之后打一场跟game 然后写搭逃杀里面包含三场普通搭逃杀 还有两场暗影搭逃杀 这个有点震撼,让我冷静一下 下面的积分等等我们不看了 反正我们不是参赛 当然这个gun game还有暗影搭逃杀才是重点吧 暗影搭逃杀如果是旧玩家可能听过甚至玩过 这是之前万圣节活动带来的特别现实模式 内容是死掉的人会变成暗影重生 暗影没有护甲武器 但有增强的移动力还有高近战伤害 移速增加的同时可以跑强还有二段跳 暗影死掉可以无限重生 直到你队最后一人也变成暗影 要赢出这个游戏就要成为最后一队还有活人队伍 留意APEX资料的可能听过这个特别模式好久了 他在上次大型流出已经见过 会是一个只有四个三人小队的游戏模式 玩法是进去就用系统给你的武器开杀 每次暂时会重生 但会变成另外一把武器 这里说第一队成功用Frowing Weapon 得到击杀的就会胜出 现在没人能说清楚这是什么 Frowing Weapon是不是在说 P2020、USAM这些比较弱势的武器呢 看下面的描述 我还以为是我死后会换走我的武器 可能其实是我杀人后手上的武器会换 每下一个人武器就越弱 最后变成P2020还成功杀人的就胜出这样 下面的取胜方法都只是猜的 但能肯定的是 这个是无限重生 进场就打的模式 爽快度会更像控制模式 不像大逃杀那样 落地成河又要再排 那最后要说清楚的就是这个 虽然是Twitch那边流出 可信度似乎很高 但还是有可能他们最后决定 推出的跟这边说的不同 只是我个人真的很希望 会有这些更爽的现实模式推出 下面讨论一下Apex现在面对的严重问题 自从14季开始 SIA的使用率慢慢上升 因为高端还有专业的玩家们 在排位常用它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SIA的穿墙技能没有Counter 如果场上使用的人多了 唯一让你这队也能保玩 这个被穿墙的劣势的方法 就是你这队也选一个SIA看穿墙 这个没有Counter的问题 就算现在不算严重 长远对Apex一定不好 SIA这个英雄比较适合三排 想要发挥更好 全部玩家都会先组好再排 让单排的玩家体感更差 这只会对游戏的热度造成负面影响 还有一个几乎没有Counter的东西 就是电能步枪 这个电能步枪拿起来跟敌人对居就知道 无下距的Hit Scan武器跟Apex里面的其他的枪格格不入 除了不用算子弹下距让他更容易命中 还有Apex的技智里面被伤害的环速效果 也让这只枪特别的臭 因为拉过去摸到一下就满了 更容易被其他人挤火 滑铲也会被中止 不说了 越说越偶心 希望电能步枪未来能nerf或者放进空头 让他的出强率减小 还Apex玩家轻生的空气 如果要nerf的话你们觉得应该怎么砍呢 另外还有一个天制线进来很严重的甩头漏洞 如果有对象过或者自己会用天制线的应该有遇过 有遇到过的可以站一下这顶留言统计一下 现在Apex有bug 在他的QG下面会突然整个画面360度一转 容易3D晕的玩家应该会隔夜饭都突出来 不晕的也会突然被移动画面影响战斗 这个技能听说还会有特定的条件下 生起人后那个人不能再用技能补血等等 其实出现的频率还有严重的程度都挺高的 希望官方也尽快把这个修好 再不弄好的话 未来推出的新游戏很可能会把Apex刷下去 包括画耀推出的COD 现代战争2等等的大作 如果做的够好 一定会吸走大批玩家 希望官方看到他们面临的威胁 努力让Apex变更好吧 以上是未来活动内容流出 还有Apex面临的巨大问题 支持EA继续赞助ApexB的抽掌 抽掌的方法再来置顶留言 想要免费支持这个频道的 记得订阅还有账号影片 先说到这里 感谢你们的观看 Bye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